哈喽各位谈股论经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本期视频呢 要跟大家讲两条财经新闻 第一是LC Titan这个公司呢 不久前公布了Special Dividend 那有很多投资者问我 为什么亏损的公司可以declare股息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背后的原因 第二呢 就是另外一个更多朋友希望我讲的 就是Pavilion KL 要收购Pavilion Bukit Jalil 哇这个到底是将两个Pavilion广场 连在一起强强联手哦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隐忧在里面呢 因为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Pavilion产业信托呢没有升 好像还跌了一点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条谈股论经视频的要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同学们记得点赞跟订阅 因为陈建老师的后台数据显示呢 有40%的观众朋友们呢 是没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的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更加多的这个帮忙跟鼓励啊 让我们可以继续将这些好的内容呢 创造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视频讲解呢正式开始 首先关于LC Titan 他宣布special Dividend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在11月25号的时候呢 见报的 为什么我要再将他拿出来讲一讲呢 因为我看到他的股价有受到 special Dividend的推动 但是我又要提醒大家了哦 特别股息呢 不代表以后一定会有的哦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股息的可持续性了 那先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啊 LC Titan公布他的2022年财政年度 第三季度就是到今年的9月30号为止呢 他的业绩是亏损355个million的哦 然后加上前一个季度也是亏损145个million 单单这两个季度已经亏了5亿马币了 so为什么这样子的状态的公司 还可以派Dividend的呢 有研究基本面的朋友就会问嘛 哎 老师不是要赚钱的公司才可以派Dividend的吗 那首先呢 要感谢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 因为原来啊 真的很多朋友呢忽略了这一点的 在大马股市里面 因为我们一个上市公司他要派Seed的话呢 必须要有Retained Profit 也就是保留的盈余 而不是单单看最新的季度 或者最新的全年业绩 是赚钱还是亏损 我们来看一看啊 如果LC Titan 我们用他最新的4个季度加起来的话呢 他是亏损200个million的 那因为2022年前面3个季度呢 有两个季度是严重亏损的 说你第四季度如果追不回的话 很可能你全年是陷入亏损的 那全年亏损的公司也可以派Dividend的吗 他是可能可以派的 取决于公司以前有没有赚下来的利润 还没有分配 其实你要将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看一看 我曾经在YouTube这边 Upload过的一个视频 就是Dividend是怎么样来的 同学们可以点击屏幕的右上角呢 看回我们的这个视频连接 其实当时呢 那我们是开始跟大家讲解 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架构 第一个讲的就是资产负债表 我们现在直接来到 LC Titan最新的这个季度报告 到今年的这个9月30号的 里面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直接打开股东基金的结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 股本Share Capital是5.8个Billion 然后有Other Reserve and Retained Earning 这个就是你公司能不能够派系的关键 其实这个LC Titan 因为以前做了很多年的生意 所以他有大量的累计的盈余 是可以用来分配利润的 有接近4.8个Billion 所以这个公司最新这两个季度的亏损呢 对于他过去的老本来讲呢 其实是并没有伤害到公司的这个命卖 新卖的哦 当然他还需要有足够的现金去派系 在这一篇报道里面呢 他现在每一股呢 是宣布13.9% 就差不多14C 特别股息啊 特别股息就是 他可以不用今年的这个profit来派 他可以用以前的profit来派 其实LC Titan呢 是有50%的派系政策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Special Dividend呢 所以他说我们这次的特别股息呢 是跟我们的派系政策没有关系的 so 因为他是用他以前的retained profit来派的 那另外现在每一股要派差不多是1毛4 那么他一共有2点多Billion的股票哦 所以他一共要派318M的现金出来 第一个条件是你有retained profit 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银行现金有没有这个数字呢 在他的Current Asset里面呢 银行的存款呢有20亿 所以公司派了3亿出来 他还有16亿多接近17亿的现金的 公司是有能力派这个特别派系的 but是不是之后可以一直长期派呢 我是怀疑的 那所以呢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还记得刚刚我们说公司宣布 这个派系派多少吗 13.893对吧 我们看看股价其实在他公布派系之前 是在1块4毛6 然后公布派系之后股价 跳上来了因为你1块办不到 突然间派1毛4哦 9点多percent的dividend yield哦 所以他第二天直接就涨了1毛2 他的股价呢曾经一度冲高到1块6毛多 但是收市的时候呢又回来 升1分钱罢了 其实他这两天的升幅大概就是反映了 他即将会出现的这个special dividend 13分9毛8 那么我想表达的 如果你的公司的业绩没有好转的话 你只是靠一个special dividend的话呢 对股价的刺激可能是不持续的 而现在这几天的股价表现呢 似乎已经反映了这个special dividend 对股价造成的推升作用了 所以同学们明白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了吗 关键还是业绩 能不能够重新回到盈利状态之中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11月的月尾 是我们大马股市的业绩发布的最高峰了 那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 陈建老师留意到哪一些公司的业绩呢 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呢 有兴趣的话我们来给大家一个special live 让我们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特别讨论好吗 每三个月才有一次的季度业绩发布高峰哦 你不参与很浪费啊 点击我们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好的 一个Facebook的cross group 那么在12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呢 我就会来跟大家做一个特备直播讲一讲 哎这一次的这个季度业绩里面呢 有哪一些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呢 很有亮点 那这个呢是开放给我们 每一位的YouTube观众朋友们的 但如果我们的小组里面一满元的话呢 哎我们就可能会关掉的 所以要快快request啊 我们到时再聊好吗 来我们看第二个财经新闻 好同学们我们来谈一谈啊 Pavilion产业信托 因为Pavilion产业信托 终于跟另外一个马股的上市公司 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Mountain签订了一个合约 就要从Mountain的身上收购 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 那也就说两个Pavilion Mall 到时候在KL的一东一西呢 就好像可以相互灰影这样子吗 当然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这个DU对两方面哪一个有利 而且对于我们Pavilion产业信托 就是很多的产业信托的投资爱好者呢 是会看这个Pavilion read的 那对他又有什么刺激呢 因为在这个消息宣布出来之后啊 Pavilion产业信托的股价呢 其实是跌下去的 而且是连跌了好几天 也就是说市场第一印象 对这个DU不是太过的感兴趣 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首先这个DU是高达2.2 billion 所以这个收购呢 Pavilion产业信托呢 是肯定需要做Piver placement 也就是筹集资金的动作的 一旦做Piver placement 原本的产业信托的股东们呢 可能他的股权比例呢 就会被稀释 而这个收购金额数目不小 这个是原因之一 而有些对我们马股 比较熟悉的朋友们呢 就会知道喂 Mountain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是一位Dansley Dansley Desmond Lim 而他其实也跟Pavilion KL 很有关系我 因为他现在也是 Chairman and Non-independent Executive Director of Pavilion Reeds Management Sendian Berhad 就是帮Pavilion产业信托管理的 这个公司的Chairman来的我 如果交易的双方都牵涉到 这一位Dansley的话 那我们直接字面上面理解啊 这个不就是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吗 就是关联交易 当然我们不是说关联交易就有问题 只是这么大型的关联交易啊 你很难理清之间的这个利益啊 有没有掺杂到其他的利益在里面 现在这个收购价是2.2B Mountain讲他的这个投资额呢 是1.93B也就是说Mountain是以溢价的方式 将这个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呢 卖给Pavilion产业信托的 而这个DH的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啊 Pavilion产业信托是 即将要进行私下配售 私下配售大概要筹集1.27B也就说 这22亿的成交里面啊 有12.7亿呢 是要额外筹集资金的 那十几亿的资金发新的Pavilion 产业信托的股票来讲的话呢 Dilution可能会挺厉害的 但是现在具体的价格呢 还有到底发多少票呢 还没有定 OK预计这个丢呢 会在明年2023年呢全面完成 好那么对于这个交易背后 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同学们 你们support哪一种讲法 在留言区可以大方分享你们的看法的 第一我们先讲好的那方面啊 因为Pavilion产业信托呢 刚刚宣布的季度业绩呢 是显示出我们马来西亚的 零售消费的一个复苏的证据的 今年2022年4月份经济开放以来呢 我们的零售行业呢 是的确出现了很强劲的复苏的 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到的 那么Pavilion产业信托呢 它的租金啊也全部回来了 派息呢也有所回升 而就趁着我们马来西亚的零售行业 正在复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快快去收购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 那就可以强化 Pavilion产业信托 在未来它的整个portfolio的 租金收入的情况了 因为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 其实才刚刚正式开业一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在2021年我们疫情结束过后 它开业的 那那个时间很特别 因为当时候我们还处于MCO2.0 MCO3.0的影响之下 所以零售行业呢还没有复苏 所以那个时候2021年的零售行业呢 还是寒风震震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大家 知道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 它到底有多大吗 它的可出租面积呢 是1.8 million square feet 大概比IOI City Mall 以及湾吾达马 Shopping Center呢 来得小的 而在我们龙雪地区这些大型的购物广场 如果你旺的做得起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出租率Occupancy Rate呢 是很容易保持在90%以上的 But 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的 Occupancy Rate出租率是多少%呢 它现在的出租率呢 是在78.23% 也就是不到80% 那其中原因就是 它才刚刚开张一年 而且它开张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还是处于MCO3.0的状态之中的 那现在Pavilion产业信托 要去收购Pavilion Bukit Jalil Mall 是不是觉得它这一个Occupancy Rate 以后有机会提升呢 尤其是在Pavilion KL 这么著名的金三角的广场 以及它经营的有声有色 它的经营团队 它的打造能力 是不是可以借过来帮忙 捧红这个Bukit Jalil Pavilion Mall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 到时候Bukit Jalil Pavilion Mall的 Occupancy Rate也可以在90%以上的话 那这个收购 可能就会有它的价值出现了 而讲负面的 大家担忧的 除了刚刚已经有提到的 对Pavilion产业信托 它会有新发股票 冲淡美股盈利冲淡派息的影响以外呢 另外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复苏 之后动力还能够持续下去吗 以及通货膨胀 会不会令到我们的普通消费者 那些Shoppers们 我们毕竟在疫情结束过后 很多人都有报复性的消费的 但是之后我们还是要看着 荷包办事情 要看着通货膨胀物价来办事情的 那会不会这个复苏的势头 也会截然而止呢 还有一个啊 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太了解的 我们也曾经有遇过一些 对于零售商场的经营 比较有经验的前辈们 向他们请教过 他们有告诉过我们 一个Shopping Mall呢 通常前两年是一个关键 因为前两年 你的第一批租户进去了之后 他有多少%的人是能够赚钱 并且能够生存下来的 很可能会决定了 你这个购物商场未来的命运的 如果你第一批的租户 哇 全部都能够在这个经营 这个商场里面赚到钱 有足够的人流量 有足够的shopper来support他们 那么他们很乐意continue去租 那你就可以涨价了 那如果你的Shopping Mall 在未来能够每两年 每三年调生租金的话 那你整个产业信托 才会有越来越高的租金收入 看得到的吗 我们投资者的话 是要你的dividend的 所以Pavillion Bukit Jalil Mall 现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这个商场到底会不会变成 另外一个可以比美 Pavillion KL的这个 刚才旧牌的购物广场呢 可能还需要时间去验测 那同学们 你们又觉得怎么样呢 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好吗 本期的谈股论经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